日治时期的他以大正治酒诸事会秀的身份存在 台湾光复之后的他曾经改名为台中酒工厂 第五酒厂以及台湾省烟酒工卖局台中酒厂 而现在的他被大家称作了台中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保留了大片的工业遗迹以及历史建筑的旧酒厂 不仅仅是成为了一文团体大专院校的学生 展现创作的巨大舞台 更是台中市民以及旅人们排遣时光的好去处